這兩天大家好關心啊 Intel突然宣布 他要這個重返 這個半導體的代工產業 結果呢這個事情 大家就想完了 這個一定衝擊到這個霸主 龍頭我們的台積電 台積電的股價真的中錯 可是妙了 世界各國很多分析啊 看衰的不台積電 是這個Intel 怎麼狀況 對 因為這現在狀況是 大家聽到說 Intel 這是過去CPU的霸主 這兩年被AMD打得很辛苦 理由是AMD都現在都跟台積電聯手 所以導致的這個技術上面呢 對於這個Intel壓力很大 結果現在聽到說Intel 自己也要來做晶圓代工廠 那自己呢你看喔 他說要蓋晶圓廠之外 他也要做代工部門喔 他也要幫別人做晶片喔 所以大家都想說 哇 那你這樣子 不是等於衝擊到台積電了嗎 而且你看到的是 Intel在當天喔 我們說他發布這個消息的時候 美國商務部的部長 是有幫他背書的喔 所以大家會認為說 喔 這個事情看起來美國是來真的 有可能他現在講說 他要投資兩百億美金 要在美國亞利桑那中 做兩座的先進晶圓廠 而且他還告訴你 在2024年的時候呢 這兩座要做的是七奈米的廠 所以很顯然這個Intel的執行長 季辛格講這個話呢 他背後應該是有 美國商務部的背書 但是在裡面呢 我們也看到這兩天 又有個新聞非常的特別 什麼新聞呢 美國國防部呢跟Intel簽約說 亞利桑那州有個十奈米的廠 要來服務美國的軍方做特殊應用晶片 欸 這個就懸喔 表示Intel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有一部分是跟國防部有關的 有一部分是跟商務部有關的 但重點是 就是美國在後面給大家撐腰嘛 可是我們要先回答一個問題 那Intel去做這件事情 給台積電的壓力真的很大嗎 其實跟各位講還真的沒有 為什麼呢 你去看我們台灣的另外一家公司 利基電的董事長黃崇仁所講的話 黃崇仁怎麼講呢 黃董事長講的話叫做 I don't even care 就是我一點都不在乎 為什麼他會講這個話呢 他講的話當然有他的原因的 他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這個他所講的台積電的三大優勢 哪三大優勢 第一個技術領先 台積電的技術啊 各位去看一件事情 Intel告訴你 他2023年2024年的時候 他要推出來的叫做7奈米 那7奈米的CPU 各位去對照台積電的技術騎乘 明年2022年的時候 台積電是幾奈米 3奈米 然後2024年的時候 就是Intel說他要推7奈米的工廠 完工的時候 台積電是幾奈米 2奈米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技術騎乘 台積電都是領先他一到兩個世代嘛 那一兩個世代大概相差技術時間 大概就是三年左右嘛 所以你會發現台積電本來就領先很長的時間 這是台積電的技術優勢 第二個台積電有的叫製造優勢 什麼意思呢 在美國在蓋工廠的成本 你就是比在台灣來得高嘛 在美國你的工程師的人事成本 也比在台灣來得高嘛 所以對台積電來講 真正的大本營 你Intel沒有的優勢 是在台灣耶 所以我們過去常常跟觀眾朋友講 你不要真的認為說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了 然後台積電在台灣的根就被美國人刨斷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嗎 在台灣的製造成本優勢跟人事成本優勢 他都會讓台積電的基礎供應鏈 大本營就是扎根在台灣 所以這個是Intel沒有的優勢 第三個叫客戶信任的優勢 什麼意思呢 你Intel是做CPU的嘛 所以呢過去有很多跟你是競爭關係的人 AMD怎麼會是變成你的客戶 AMD當然是去用台積電的嘛 我怕你把我的秘密拿走了怎麼辦呢 那像NVIDIA也是一樣嘛 所以幾家大廠一開始先天上 他就不會信任你的嘛 但台積電的角度叫做 我是大家的代工廠 每個人都是我的客戶 所以台積電完全不去做品牌端的事情 這叫做客戶信任的來源嘛 所以你去看看 這裡面列出了一個全球晶圓代工試占率 在這裡面沒有Intel 那沒有Intel就表示說 Intel完全沒有做過晶圓代工嗎 錯 Intel曾經做過晶圓代工 他做過晶圓代工 他試了嘗試進來過 在2015年2014年左右 結果是什麼呢 失敗 為什麼失敗呢 你去看2016年的時候 這個台積電的創辦人 張忠謀董事長講的話 當時他講了一句話 叫做Intel跨足晶圓代工產業 只是想把腳伸到水池裡面來試水溫 但是結果是什麼呢 Intel會覺得池子很冷 晶圓代工領域這個領域呢 其實誰來侵犯台積電都能夠擋得住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這個領域裡面 成本他有優勢 技術他有優勢 客戶信賴他也有優勢 這三個部分你都不容易跨進來 第四個其實更難 什麼意思呢 你Intel過去高高在上 你叫你去做客戶服務很困難 但是台積電的客戶服務 在晶圓代工領域是世界一流的 就是你的你這個客戶有需求 好那我台積電呢 就陪你一起開發 那你如果在這開發過程裡面 怕專利有侵權的可能 我台積電可以跟你一起討論 看怎麼樣讓你繞過這個專利採到的風險 光是以蘋果當例子 台積電當年是怎麼從這個三星手上 把蘋果這大客戶拿過來的 當時我印象很深 台積電派了一組人到美國去 又派了一組人到韓國去 因為當時Apple的CPU 他當時晶片晶圓的部分 是三星幫他做的嘛 三星幫蘋果做晶片 結果台積電派一組人到三星去 看看客戶的需求是哪一些 然後台積電又派了一組人到蘋果去 你在專利上 怕我們踩到地雷有哪一些 我們想辦法幫你解決 貼心到這種程度 連這個專利會不會侵權 台積電都幫你著想 這種客戶服務 你認為過去高高在上的Intel 這幾乎都是供應商 低著頭來見他的Intel 他能短期做得到嗎 很困難嘛 所以台積電的三大優勢 再加一個我講的客服優勢 這些其實都是Intel 不容易跨進來的原因 所以各位看一下 這裡面有兩個兩個 這個我們說券商講的話 讓你當作參考 花旗證券怎麼說 花旗證券說幾乎沒機會成功 然後呢里昂證券怎麼說 里昂證券說法是Intel 這個IDM2.0計畫 這個我們只能說祝他好運 這個就是等不到就是 祝你幸福的感覺吧 你能不能成功不知道嘛 所以你會發現 從兩個這個券商的講話裡面 都看得到Intel要做這件事情 難度真的很高 那難度真的很高 那為什麼美國政府 這麼堅持一定要Intel要做 是啊很簡單嘛 只是怕台積電而已嗎 尤其你去想一件事情嘛 現在全世界做晶圓最厲害的 兩家廠商 第一家叫三星 它在哪裡的 韓國的嘛 台積電哪裡的 台灣的嘛 所以對美國來講 我總要扶植一個本土自己的公司 在晶圓技術是領先的嘛 所以他要扶植誰 對他來說當然就是Intel嘛 再差再差 我都必須要有一家可以在手上 有一家在手上好過於沒有嘛 等於今年真的怕到了 對尤其今年喔 你看才能缺到缺到 排隊排到明年去 大家都真的嚇到了 然後最重要的是 各位再去看一件事 美國國防部劃定的策略很清楚 他就告訴你 未來即便美國跟中國在競爭的時候 軍事戰場上面下一代的技術是什麼 無人機加上5G雙G 所以你會發現雙G是接下去的 國防科技招手的重點嘛 所以你看美國告訴你說 他要做什麼呢 他要做這個無人機的技術 他們說叫風群 無人機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我在做軍事訓練的時候 可以做嘛 第二個我不用犧牲人命啊 甚至我可以打到斬首的作用啊 那直接掉遠距離 達到斬首的作用 而且在新科技的時代 5G的好處是什麼 通訊速度特別快 定位特別快 在這個情況之下 5G的時代 加上無人機的配合 你覺得重不重要 重要嘛 所以你看Intel切入的點 你注意一件事喔 這邊告訴你的新聞是說 美軍導入Intel的10奈米技術 生產軍事ASIC的特殊應用晶片 但是今天的消息是告訴你 Intel在2024年的廠 他生產的是7奈米的晶片喔 那你可能會問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你去注意看看 最新的5G的晶片 用的都是幾奈米的製程 連發客也好 高通也好 用的是7奈米跟5奈米以下的製程 都要用先進的製程才能做 你要搞到像中心用到14奈米 28奈米喔 我跟你說你可能飛機飛一飛 就被人家打下來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反應速度可能慢 對就是雙方都好像用遙控器 在遙控那個無人機 但是你中國那邊呢 反應速度就是比在美國這邊慢了一點 所以你可能就被他打下來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 延遲的速度 在5G的時代 對無人機來說是有差的 那你說中國想不想突破 當然想啊 所以你看中國之前呢 他也說他要做無人機 然後打到一群風群出來 要融入武器系統 但是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什麼事 中國的這個中國工程電子集團 他遇到的狀況是 川普把他放到黑名單裡面去 川普就預見到說 你這個以後可能會變成美國的威脅 所以在技術上我先把你掐死 所以他就把你列入黑名單裡面去 所以你會發現在5G跟無人機的技術 那個都是美國在注意的重點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看 第一他把這個intel的部分 他把扶植起來 讓你也有做7奈米的能力 第二你再注意一件事情喔 當intel有做7奈米能力的時候 2024的時間點也是台積電 在美國工廠蓋好要生產的時間點 台積電告訴你 他在美國的技術是幾奈米 5奈米 所以剛好對於美軍來講 有7奈米在手上 有5奈米在手上 對美國本土對國防部來講 手上的軍事武器開發 都有最先進的技術可以配合 而中國到2024年 在美國的黑名單跟封鎖之下 以我們現在來看他是幾奈米 最強就是28奈米跟14奈米 差太多了 7奈米你說你要量產到你有良率好為止 那個其實還是很長的一段距離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美國的計畫就是 在2024年來到之前 他就繼續封鎖中國 然後呢 把他能做的晶圓的佈局 都把它佈局完整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看到的是 intel你來啦 10奈米你做啦 7奈米你做啦 政府補助你 然後呢台積電你也來啦 我們政府要補助的錢呢 也會有一部分給你台積電 在美國社工廠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這裡面不是只有單純的 你看到intel跟台積電 兩家晶圓廠的事情 這背後其實已經有一個 美中的戰略大格局在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是一個新鎖的 就是一個新鎖的 你不聽到